现在你该明白了吧 你不需要跟我道歉 我不接受哦 陈有亮 金毛世王兮训呢 师父带走了 该去哪了 这就要问我师父了 陈有亮 郡主 你可知道 师父的行踪一向是捉摸不定 再说 师父想干什么从来也没有人知道 陈有亮说的倒是实话 我跟程昆那么近都不清楚 程师父脑袋里想的是些什么 妹妹 你肩膀受了伤 是不是张无忌挟持你啊 不 挟持我 不不 张无忌 我说的话不会受毁 你怎么脑袋跟个石头一样 走 使子为什么放到张无忌 你跟你哥哥说些什么 他怎么会放我走啊 你休息一下吧 哎呀不要碰我啦 让我看看你的伤口 不要 我最好毒发病死 趁了你的心 你还在生气啊 你这么不相信我冤枉我 我干嘛要给你好脸色看 喂 叫我 这里就我们两个人 我不叫你 我叫鬼 什么事 你真是个木头 你对我做了这些事情 你还面无愧色 怨恶了我也不跟我道歉 我有这个心 只是怕我一开口 你一句顶回来 我下不了台 你过来 你过来 你知不知道 我跟我哥说了什么 我说 我有了身孕 怀了你的孩子 你说什么 我跟我哥说 我有了你的骨肉 他要是杀了你 我也活不下去了 那就是一死三密 他没办法跟我爹交代 我已就只好放在你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为了你